大家好,我是Younger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件听起来很疯狂的事 新加坡其实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原本根本不存在 没错,那些你熟悉的滨海湾、张仪机场、玉郎岛 甚至你现在住的某些主屋地段,全是填海填出来的 而就在最近,政府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填海项目 地点在罗弄哈鲁市 69个足球场大,49公顷 位置就在石隆港蓄水池附近,靠近柯尼岛 问题来了,新加坡都已经这么挤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往海里填 这到底是一场城市规划,还是一场生态豪赌 根据玉郎集团的说法 这次填海主要是干两件大事 第一,建两个新码头 取代现在的罗弄哈鲁市和巴西利码头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转口港之一 货船渔船进出频率高 但旧码头空间有限,设施老化 新码头不只是换个位置 更是一次效率重构 让整个港口系统焕然一新 第二,这片填出来的地还要预留给工业与特殊用途 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新加坡未来的新工厂、新仓库、新行业 很可能就溅在这片海里变出来的地上 那问题来了 这么大动静的填海 会不会又把海底搞一团糟? 这一次政府确实做了一系列环保布置 比如施工期间装消音器 绕开海鸟筑朝地 小鱼回游区就暂停施工 甚至工人上岗前还得接受动物保护课程 再比如用建筑废料当填料 像地铁挖出来的泥土 拆楼的砂石都能用 实在不够才进口海鲨 而且必须合规来源杜绝黑鲨 就连海岸线的设计也不是直挺挺的一条线 而是刻意做出高低起伏 深浅交错的生态曲线 让鱼虾蟹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小地带 听起来是不是挺感人 但问题是替代能代替原生态吗? 保护是否只是减轻破坏? 其实填海对新加坡人来说早就不是新闻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1822年 来佛寺削平了华丽山 把泥土倒入海里 建成新加坡最初的港口 那时候填海就是一件简单粗暴的事 哪里缺地 往海里倒就对了 接着是1960年代 东海岸填海 把整片沙滩推平 只为了修高速建筑屋 1990年代 玉郎岛更夸张 30多个小岛直接炸平 连成一体 变成全球第三大石化产业岛 2000年代后 填海开始高级起来了 像滨海湾填海 建CBD 金沙酒店 滨海湾花园 整个填出来的地成了国家门面 张仪机场也不止一次填海 现在要建的T5更是1080公顷 堪比两个圣陶沙岛那么大 这些年 新加坡从578平方公里 填到了728.6平方公里 整整多出24%的土地 差不多就是一个多伦多被挤进了尸城 但现在填海的逻辑 已经不只是为了扩张 更多是为了生存 新加坡面临的是海平面上升 这个全球难题 所以 现在的填海 地面高度必须垫到4米以上 比以前的标准整整多了1米 而且70%的海岸线都已经修了海墙 防波堤 部分地区还开始种红树林 用自然的方式挡住风浪 这不只是国土工程 更是抗灾项目 如果不提前准备 几十年后 连滨海湾的夜景可能都得打散看了 填海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 沙子从哪来 新加坡本地没沙 过去大多靠进口 但印尼 柬埔寨 越南等国 都曾对新加坡出口沙子表示不满 甚至直接下禁令 因为踩沙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沿海生态 影响渔民生活 有环保组织直接指责 新加坡靠进口沙子 把别人的海岸掏空 建成自己的繁华城市 你说这公平吗 新加坡填海不只是造地 而是一种国家战略 所以你看 从1822年第一产土到今天的罗弄哈鲁市 新加坡每一块填出来的土地 背后都是国家的战略选择 不是简单的城市扩张 而是生存空间的极限挤压 是生态与发展之间的长期博弈 也是一个岛国面对未来的不服输 但问题来了 填海还能填多久 填的再多 代价又是谁承担 你怎么看新加坡填海历史 是高明的国策 还是一场冒险的生态豪赌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 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填海王国的底气与隐忧 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 记得点个赞支持我一下 分享给你身边也关心 新加坡城市规划环保议题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取下期内容